我是条大舔狗 上一世我爱了女神十八年 就连他和男朋友接吻时 涂的口红都是我送的 而他却说我舔狗只能排第二 气得我吐血身亡 临死之际却看见曾经最要好的女兄弟 在我床前哭得撕心裂肺 那一刻我真的后悔了 原来也有人这么爱我 我落下一滴眼泪 睁开眼却发现自己正在宿舍楼下 四周不断有人朝我头来怜悯的事情 那个男的表白又被拒绝了吧 连张赫卡都不愿意收 他女神是有多不待见他 他好像一条狗啊 我这是穿越了吗 正当我困惑的时候 我最好的发小庞博 忽然走到旁边拍了拍我的肩膀 一脸健样的安慰我 方哥想开店 你放在心里的女孩 没准别人已经放进去了呢 卧槽 滚犊子 杂雀 这赫卡和手机送你了 义布果真吗 骗你干什么 反正没人要 肥水不留外人田 庞博拿着手机纠结了许久 还是推给了我 算了吧 一千多块钱呢 牙不照 砍了多少方便面 步行就退了 回头请爸爸吃顿老香机就成 哥们不护弄你 拿着吧 吕布我飘零半生 总算是找到义父了 走呀 爸爸再带你去搓一顿 嘿嘿 这才对嘛 天涯何处无芳草 我兄弟这么优秀的人 看不上你是他苏又雪没眼光 那确实 你这个确实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觉得你说的对 天涯何处无芳草 何必要吃窝边草 真的假的 以前苏又雪是你的命 你能放得下 一想到把她是我的命这种话 挂在嘴边 我现在就感觉脚趾一紧 随时能给你抠出个三十一听 这才是我兄弟嘛 心中无女人 拔刀自然神 和庞博出去吃好喝好后 一觉睡醒已经是上午九点多 耳边响起熟悉的踩一声 谁啊 方舟 你现在有时间吗 大早上的 你那边KTV啊 那么吵 哼 没有 一阵困意来袭 我挂断了电话 翻身继续睡 而另一边KTV里的苏又雪 已经愣在了原地 他竟然敢挂我电话 连句话都没说 他就挂我电话 又雪 怎么样了 方舟答应帮咱们宿舍 做小组作业了吗 那必须答应啊 咱们又雪的话 在方舟那儿就是圣旨 他还能抗旨不成 就是就是 又雪只要说两天不理他 他天都塌了 弄个课题作业算什么 他 他说他没时间 好像在睡觉 睡觉 这大中午的睡什么觉 就是说啊 睡觉哪有咱们宿舍的小组 作业重要 你赶紧让他起来干活 你的话他一定会听 可是 他已经把电话挂了 他之前从来没有挂过我的电话 他今天怎么能这样 那你给方舟发消息 他睡得迷迷糊糊 应该是没听出你声音 哼 竟然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 太可恶了 必须惩罚他 就罚他一个星期 不许给我们带早饭好了 行吧 就这样 苏又雪这样想着 给我发了条消息过去 男生宿舍里 我早就给手机开了误扰模式 躺在床上酣畅大睡 很快到了下午的计算机课 眼看马上就要上课了 我还没出现在教室 苏又雪他们开始着急起来 又雪 方舟怎么还不来 不知道 可能再帮咱们弄课题作业吧 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开什么玩笑 他可是清北苗子生 学霸中的战斗机 赶一个二级页面的课题作业 还不是轻轻松松 那就再等等 大概又等了十几分钟 我和庞博一起来到了教室上课 苏又雪的室友已经开始迫不及待的招手 方舟 这边 我微微愣神 哪怕重生一次也不得不承认 苏又雪是难得一见的美人佩服 站在哪儿 哪儿就是风景 但现在想到前世爱我的沉稳凝宏 我已经没了原本的心动 方舟你可算来了 我们宿舍的课题作业给我吧 课题作业 你们的作业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给你发信息了 你答应帮我们宿舍弄的 我回宿舍后 一觉睡到下午三点半 醒来后就匆匆往教室赶 哪有时间看手机 你 反正又雪跟你说了 我们宿舍的课题作业你就要负责 既然没看到 那就把你宿舍的给我们吧 反正你们是男生 被老师训一顿也没事 什么叫我们反正是男生 被老师训一顿也没事 你们宿舍的课题作业自己不弄 反而要抢我们的 这是什么奇葩逻辑 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 走进科学直早一起拍你 同学们开始七嘴八舌的抗议 宿舍的小组作业 基本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所有人的视线都聚集到我和苏又雪身上 我不管 你今天要是不帮忙 我就我就 苏又雪吞吞吐吐半天 最后气得一跺脚 我就不让你坐在我旁边的位置 随便吧 兄弟们 教室后排六连坐了 嘿嘿 不愧是我的好兄弟 走喽 看着离开的众人 留在原地的苏又雪和他的室友有些忙 又雪 现在怎么办 还有十分钟就要上课了 实在没办法 只能花钱了 一人我五十找上间学长买吧 也只能这么办了 下课后 苏又雪忽然反常的把我堵在门口 你今天怎么了 不就是昨天没接你的生日礼物吗 你能不能大度点 当时两个宿舍的人都等着我 我肯定不能等你 你再这样 我就真的要生气了 嘿嘿嘿 脑子是个好东西 等你长了 再来问我这个问题吧 方舟 我这次是真的生气了 你就不能像个男人一样和我好好说话吗 我选择了无事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他气得直跺脚 小微 你说方舟怎么回事 他昨天不是还给你送早饭吗 你们中间发生什么事了 就今天去宿舍楼下接我的时候 送了我礼物 当时你们都在那边等我 我就没多想 没理他直接走了 我明白了 他一定是想用这种方式吸引你的注意力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吗 那我该怎么办 你故意晾他几天就行 到时候他发现这招不管用 自然而然又贴上来了 苏又学想了下 感觉小微说的对 我第一次拒绝他的时候 他也像现在这样冷淡过 我听你的 就晾上他几天 到时候他想要跟你和好 你可千万端这点 别轻易答应了 要不然这次他该给你甩脸子 下次就赶上房接我 我知道的 与此同时 我的好事友们难得看到我应急一次 又欣慰又担心 老方 苏又学好像真生气了 这真的没事吗 那七一时爽 追七火葬场 要不你赶紧去哄哄吧 女孩子嘛 都喜欢巧舌如簧的 天 我兄弟才不稀罕 随他去吧 我已经不在意了 牛逼方哥 我已经开始对你观目相看了 去去去 对我义父说话客气一点 你们帮我把书带回去吧 我先不回寝室了 你去哪里 我想要去见个人 就说你怎么能这么快放下 怕不是去约会吧 滚犊子 八字没一撇呢 好好好 我们先回去了 有事随时叫我们 也一个人深夜放水星际了 滚滚滚 我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 感慨万分 前世有这么多可爱的好兄弟 和爱我的女孩 怎么偏偏就被一个 苏又雪迷了心智呢 还好现在我还有机会 去见那个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深爱着我的宝藏女孩 看着这个面子